一定要晓得 释迦牟尼佛一生 从开悟那天开始 三十岁开悟 七十九岁元吉 开悟就教训 一生没有一天中断 经上起 常讲的 讲经三百余回 朔法四十九年 三百余回的时候 那就是斑斑 我们经常斑斑教学 一生当中斑斑三百多次 教学四十九年 一生教学 没有建过寺庙 建寺庙这种情形 是佛教传到中国来 才建寺庙 建寺不教庙 寺院安堂 是佛教教学的道场 它是学校 寺院安堂是学校 不是宗教 这里面教学 现在寺院里面 执寺称呼 还是元谢 故事后 住持 方丈 这个名称 相当于 现在的学校的校长 守座和尚 相当于教务主任 大学的教务长 维诺 相当于 训道长 现在维诺干什么 拉传 敲打尽 主事 维诺是主 执续的 管德性的 就是这个交界律 这些过程 是殉道长 建院是总务长 你看看 名称不一样 分工 性质 所以中国佛教 这个丛林制度 就是把教学 正规化了 在印度 释迦牟尼佛当年 没有 完全是私塾教学 跟孔老夫子一样 孔老夫子也是 弟子三仙 72仙 真正有成就的72个人 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我们也知道 应该也有弟子三仙 经典上记载的 常随重 跟着佛不离开 1255人 这经典上记载 那临时来参加的 我相信 不会少于这个人 所以释迦牟尼佛 也应该是弟子三仙 夜深教许 与宗教风马流不相干 这些宗教里的仪式 在世尊的时候 完全没有 释迦牟尼佛的身份 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他什么身份 他是一位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 他的身份 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 义务工作者 他教授不收学费 非常热心教导你 不收学费 怎么孔老夫子教授 还收一点速修 有一点象征性的学费 他不要 这义务工作者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给后世学生做榜样 没有别的 学为人事行为示范 他做到了 我们在华音 这个这个修华音 奥指 鲜熟过世的论文 望静华音馆 讲的四德 他正正做到了 随缘 妙用 唯一语有词 柔和致之 待众生苦 佛经里头 没有一句是假话 真的做到了 而且做得那么圆满 正好 优优优独播放 华音馆 我会进行